哈喽大家好,我是三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聘请freelance 网页设计师 前的准备动作 请不要以为 随随便便 花个钱就可以聘请到 能够设计出 让你满意的网页 的freelance 网页设计师 其实有三个功课 是你在找他们之前 需要准备的 要不然 分分钟 你会被有心人士 牵着鼻子走 第一个功课就是 知道你要什么 一个好的网页 是能够推销你公司的 第一个管道 从这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得出 前十个 推销公司的工具 是网站 一个website 最基本要有的就是 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公司的产品 公司的背景 和联络方式 当然你可以加入 更advanced的功能 像是 购物 议员 订阅 连接社交媒体 等等 第二个要准备的东西就是 时间 因为没有什么功能的网页 所要的时间就越少 这时间是由你来决定的 而这一个时间 将会决定出 设计网页 所需要的价钱 第三 你的budget 一个网页 可以很便宜 也可以很贵 这价钱呢 往往取决于 你的网页的 功能 和时间 当然还有 国家和设备 这里我就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网站 只需要显示公司的资讯 以及你所给予的时间是7天的话 那么市场价将会是从200美金到1000美金 这个还要取决于这个网页的特效 而这一个价钱呢 包括了设置网页 域名申请 和服务器设定 比较专业一点的 freelance 网页设计师呢 也会有包括半年到一年的 maintainers 当然 最后的价钱将会是由你和 网页设计师讨论后决定的 最后想说的就是 请不要欺负freelance 网页设计师 虽然他们的价钱相对的会比大公司来的便宜 不过 并不代表他们很廉价 所以要请在看这个影片的你 尊重各个行业 如果你觉得聘请freelance 网页设计师很麻烦 而且很花钱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己来设计网页 我会推荐你使用 Wiz这个平台 因为它可以让 就算不会写代码的你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设计出一流的网页 而它的官方网页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来看 好了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我 也请你给我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我帮你设计网页的话 请你私讯我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